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這次來上手和測試一下這個最新的...這張 GTXI-660 Super顯卡 自從60Super和70Super發布之後 這已經是老黃今天推出的第四款Super顯卡了 實話說這張卡的推出還是讓人有些意外的 和10系50Ti過來直接就是60不同 這一代在1000到2000家價位已經有了50、60、60Ti三張卡 劃分的還算工整 然後現在又插了一張60Super進去 這次我們也提前拿到了EVGA的1660 Super SC Ultra Gaming 給大家測測看實際的性能表現如何 然後作為對比我們還找來了相同系列的1660和1660Ti 確保條件相同 三張顯卡都採用了雙風扇雙熱管的散熱器 也就是說從正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頂部除了最右邊的型號以外也是沒有什麼區別 供電都是單8Pin 背面EVGA的三張卡都配備了拉斯紋理的金屬背板 所以除了型號以外還是沒有什麼區別 最後是接口 嗯,總之沒有什麼區別 畢竟是同一個系列的卡嘛 各種意義上的 拆開之後可以看到PCB的電路設計基本相同 60Ti的供電最完整 60和60Super都少了一項 摳掉的位置略有不同 這次老黃沒有推出新的核心型號 而是在60Super上採用了和60相同的TU116-300 然後顯存這裡 EVGA的這張60Super這次新增了散熱膠墊 撕開之後可以看到60Super的顯存從GDDR5升級到了和60Ti相同的GDDR6 另外三張卡的散熱器規格是完全相同的 都是雙熱管搭配銅底 再…另外EVGA的保修標籤做得太…好了 我三張都沒能完整取下來,這裡要給個差評 接下來上機看一下參數 當前版本的GPUZ還不認識這張卡 所以識別的不是很完全 左上角GPU型號沒有準確識別出來還是顯示的代碼 也就是說1660Super的核心跟1660的還是有點差別 中間可以看到雖然Kuda單元數量和60一致 但是60Super的紋理處理單元數量從88個提高到了117個 比60Ti的還要高 於是紋理填充速度也是比60Ti要高的 當然也不排除是GPUZ版本問題導致的識別錯誤 接下來下方可以確認到顯存確實從GDDR5升級到了GDDR6 同時顯存頻率比60Ti的要高,難怪要加強顯存的散熱 於是Kuda單元和1660一致 但是顯存和紋理單元的規格比60Ti還要強 這樣1660Super的性能就讓人非常的感興趣了 所以我們也立馬進行了測試 要說明一下,測試平台還是那個超5G的9900K加4000頻率的內存 60Super因為是新卡用的驅動版本會高一點點 不過我們測試過1660在相同版本下跑分基本一致 我們拿到測試驅動的時間比較晚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沒有將老卡重測了 那麼慣例還是先看3DMark的理論性能跑分 而之前的夾星柄不同 Super對比普通版的1660有比較大的提升 綜合下來大概在15%左右,對比60Ti差距不到5% 看來加強顯存和溫理單元帶來的提升確實是挺明顯的 或者說原來之前1660是被這倆拖了後腿嗎? 以及皇家刀法果然就是精準 這樣切下來還是能夠不超過60Ti 當然理論跑分也不能代表全部 接下來就要看看遊戲中的實際應用情況 首先是冰原DLC要比PS4晚幾個月的MHW 60Super比60高了7-10幀這樣 和60Ti的差距平均大概在3幀左右 過來是吃雞1080P全最高,差距和MHW中基本一致 60Super和60Ti還是比較接近的 仔細看的話會發現60Ti的Boost頻率還是會高一丟丟 明明標稱的頻率它是最低的 眾生平等奧德賽1080P全極致,雲層開低 60Super剛好踩在60幀線上 三張卡的溫度表現都不錯,基本在50度上下浮動 全境封鎖2,這個遊戲中60Super對比60的提升就略低一點 基本在60和60Ti中間再偏高一點的位置 傳說中即將出二代的OW60Super和60Ti的幀數表現相差無幾 比60高了接近20幀 最後是新加入的無主之第三,1080P全惡棍畫質 60Super基本在兩張卡的正中間位置 幾個遊戲平均下來看的話 三張卡的遊戲差距和理論跑分的差距還是比較接近的 那麼就又是時候來總結一下了 整體看下來,1660Super對比1660的提升還是相當明顯的 和60Ti的差距已經比較小了 根據外網的曝光,1660Super的價格只比1660高了10美刀 根據美元和人民幣1比10的科技產品匯率 如果這個爆料屬實,只加100塊錢就能獲得明顯的性能提升還是比較香的 然後從剛才的那張爆料圖來看,還會有GDDR6版的1650Super 老華這一波調整可能是因為GDDR6顯存價格下降了 也可能是為了應對AMD的新推出的顯卡以及舊顯卡的降價公式 但不管是因為哪個原因 消費者能用差不多的錢買到性能更強的東西總是好的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有用或者有趣的話不要忘記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還有可以點一下訂閱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新鮮的數碼資訊和稿集技巧 還有這次要特別感謝電腦8評測室幫忙提前弄到了測試驅動 不要忘記也關注一下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拜拜!